诸位传统话的同道 大家吉祥 我们这一段时间 学习唯学之道 我们提到 好学生的心境 我们也复习一下这些纲领 第一 信任老师 信为道员功德母 第二 以师智为己智 第三是安平和乐道 第四是沉浸谦虚 第五是诚实不自欺 要打破自欺一关 那沉浸是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 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 第六是师徒如父子 第七是好学 在学习方面 陈德也多次 跟大家有提到 师长老人家 提他 跟李秉兰老师学习的过程 这一篇开示 应该 对我们来讲 是指导我们 如何当学生 里面提到了 传法的条件 第一是 尊师重道 信任 尊重老师 第二是清白 没有污染 当然我们有一个词叫归灵 不能觉得自己 很有东西 那这样要跟老师学 就不容易 空碑的态度 第三呢 就是肯学 好学 具备 这几个条件 老师会特别照顾你 这个特别不是偏心 这个大家不能理解错了 这远比较成熟 我们看一般讲话 多少人说多少话 这个俗话说见人讲人话 见鬼讲鬼话 我觉得这个词 这个有点不够尊重人 见鬼讲鬼话 那谁是鬼 所以最近对这些词比较敏感 因为我们要落实 礼敬诸佛 是吧 所以对每一个人在言语上 要礼敬 像最近 像昨天 陈德也有提到 有一个同修 问了一个问题 他在一个很大的企业 底下服务 他想要把老人家的 这些教诲理念 介绍给他的老板 他说我这样是不是有攀缘 我说你很着急 就是攀缘 有时候问题 不要问别人 要关照自己的信念 有没有 自己一反观 容易了解 看一个人对一个缘 很着急 我一般会讲 不要 皇帝不挤 挤死大臣 我现在改成大臣 不然感觉这个话 好像对对方不够尊重 皇帝不挤 挤死大臣 我们说看得破 放得下 看破是明理 看破 是面对境界清楚 现在这个境界谁是主 谁是伴 这个华言经讲主伴圆荣 这个词太好了 跟你爸爸妈妈出门 拜访亲戚 谁是主 谁是伴 这个境界要清楚 当然是爸爸妈妈主了 我们是晚辈 假如在拜访亲戚的过程 都是自己在讲话 甚至父母都插不上嘴 这个就 分寸就很不妥当了 比方说今天 你们单位接待客人 在餐桌上 你的话比领导还多 这个就是面对境界 不清楚了 不懂人情 事理 会添乱的 李秉兰老师 这个待会我们 讲到好学部分 都会提到 我们再进一步延伸 我曾经第一次听到 李老这句话 说到 不懂人情 不懂事理 会伤天害理 当时一听 这么严重 事后经历一些事 比方 一个讲学的人 到了人家的 道场讲学了 结果你一上去 批评领导者 有啊 我们见过 在讲课的时候 就说了 哎呀会长啊 老和尚说 越师越多啊 你送信众呢 这个东西太少了 你是客啊 人家是主啊 你要巩固人家 主人的威信啊 你哪怕要点他 你也不能把名字都说了吧 你看这是团体啊 你在延伸开来 为什么佛门讲 不伴国主 不做国贼 这就是轮场里面 要懂啊 这就是人情事理啊 我们看老和尚 这个 到了圣医法师 禅宗道场 老人家 看到哇 这个 还是很认真啊 依禅宗的 道风在修行 老人家上去 赞叹禅宗 这个就是 很懂得 分寸的 人情事理 深战深 我们到人家的地方讲学了 都没有事先了解 人家整个教学的理念 学过哪些经教 以什么为主修 你都了解了 你上去要呼应 人家的教学 赞叹人家的教学 结果你去了 都没有了解清楚 自己想讲什么 就讲什么 把人家的学习 都搞乱掉了 你说 有坏心吗 没有啊 好心啊 我觉得什么好 我供应你啊 但是坏了人家的事了 所以 老人家讲的圣医法师 这些事啊 都是在教我们了 我们要懂得 去观察 去领纳 去举意 反三啊 好 好 那这里师长还讲 他一生的行义啊 就是给你做榜样 做模范 那可能有人想了 那我没有机会 亲近老人家身边呢 你看我们很容易受 时空的影响 那偶一大师 跟莲子大师学 莲子大师不在了 孟子跟孔子学 孔子不在了 可是大家这么一听 不要又执着了 你想跟这个老子学 我不用到他的身边去了 这个时空是假的 你有机会了 就有机会的表法 没机会了 是没机会的表法 不能听一个法 又执一个法 像这个我就做得很不好 我现在想想 做错了 应该师长老人家 在世的时候 我要更多的时间 去亲近 当时候执着在 这老上派的任务 尽力做好 可是真正要把任务做好 修身为本 身要修得好 能亲人 无限好 得日净过日少 更多 亲近老上 可能自己对这些教理的领悟 就更深刻了 看他老人家怎么表演的 所以我们在一条龙课程里面 学习地质规 好多句经文 几乎快 一大半了 我们首先 都以师长 的榜样 来开解这句经文的落实 所以 确实是 作为我们一生的榜样 模范 因为师长本来 教导我们 学儒要学孔子 学道要学老子 学佛要学释迦牟尼佛 那我们学习 论语讲要 就是以孔子 为 模范 榜样 大家有没有感觉 这一两年 在处理事的时候 会很自然地浮起来 孔子会怎么考虑 会怎么做 像 我们学习 八月份 有群书制药的课 英国汉学院有办 那可能其中的课就是 群书制药 如何运用在 处事上 你处理事 哪些经句要 常常提起来 这些经教要落实在 生活 工作 处事 待人接物当中 这样才能解形 相应 孔子 佛陀 离我们比较远 一般的人 多少受影响 而 师长 他是把孔子的教委 伯陀的教委 落实给我们看 我们会看 就得大利益 因为处在同一个时代 好 那刚刚跟大家提到了 这个看得破 这个是明礼 是 这个 面对境界 清楚 那会放下自己的 习气 你面对境界清楚了 这个 主办圆容 不该我讲话 或者我的话不能比 父母多 老师多 这个我清楚了 就会放下这些 习气了 面对境界不清楚啊 可能都会随顺 烦恼习气了 我有个感觉啊 要看得清楚啊 自己在境界的状态 像我们佛弟子啊 学传统文化的 蛮大的比例啊 都是比较热心 那热心也要符合中道 热心过头 比方说 报名课程 人家都还没同意啊 你就把人家拉进来 旁听了 搞得这个办事人员 跟这个人很尴尬 没有啊 我没有报啊 你又把人家给拉进来了 过头了 或者有时候 大家一起谈话 可能请教 当地的老师 但是来了八个人十个人 可能其他人也都有问题要探讨 结果你一开口 讲了二十分钟三十分钟 结果旁边人脸色都很难看了 我们一讲话就如露无人之境 考虑不到别人的状态 大家注意啊 修行是放下执着 自己在境界当中 有什么执着产生呢 要关照得到 所以事当老人家有提醒 不能越修越分别 越修越执着 所以这一句 面对境界要清楚啊 我们要好好在 每一个境远当中啊 自我关照 所以这个是 提到 这个 要看清楚自己状况才 不自欺 好 那 我们进入这个第七 是好学的部分呢 我们上一次有讲到第一句 第二句第三句了 第一句是 十四之一 必有中性如谋者烟 不如谋者好学也 而其他的句子啊 其实都在呼应好学 你看第二句 君子实物求保 居物求安 明于事而胜于远 旧有道而正焉 可谓好学也亦然 好 这句我们学过了 最近大家吃东西的欲望 有没有减少 生活上的享受 有没有少一点 像现在有同修 受持八观灾界 八观灾界好事啊 但是不要又 受出执着来了 所以这个修行 不容易就在这 有时候随着这个精静 有一些执着点上来 这几个人不知道 那一天有同修问了 这些气血不足啊 但又很想持八观灾界 这样行不行啊 那我说不行呢 好像阻止你持孽 那首先呢 我们要了解 佛法重实质 不重形式 行事呢 也是为了达到 实质的目的 我们看看这个八观灾界 他的精神啊 就是让我们 能够对世间的欲望 越来越淡 我们持戒呢 是要修 戒定会三学 是要出轮回 慈戒的目的 要得清静心 清静心就是定了 像日过中不时 对食欲的欲望 慢慢淡 大家去感觉感觉 人的欲望心起来的时候 他清静吗 心能定吗 大家有没有曾经很想吃什么东西 然后睡不着觉 脑子一直在想这个东西 我有见到一个朋友 他也挺 挺有善根 我跟他谈完之后 他也觉得这个调伏欲望很重要 他呢 很有 审美的天分 所以看到一些好的衣服 他会买 我看他的穿着确实很有style 很有品味 我假如讲两句英文 大家多包涵一下 因为可能明年要考雅思 所以偶尔要复习复习才行 不能临时抱佛脚 结果有一次他就跟我说了 但是他很想买一个衣服 但是他忍下来 结果回到家 连觉都睡不成 我说那你赶快买吧 慢慢不要买那么多就好了 一下要求太高 他睡不完老了 所以我们死死要守住一个心境 其实这个心境跟真心相应 就是中树为道不远 中树离道 离真心不远 我们对于这个 五欲 生活的欲望 我们言语力 但对别人要宽以待的 你这被人很严格 别人都被吓跑 自己要求自己 然后包容对方 人家会被感动 所以我们受持 每一句教诲要用中树存心 来受持 来落实 我们上一节课讲的是第三句 这是孔子给我们的榜样 五时又五而至于学 三时而立 四时而不惑 五时而知天命 六时而耳顺 七时而从心所欲 不于举 我们就常常对照一下 我们现在有没有 在境界当中做得了主 立得住了 不会在境界当中 其贪嗔痴慢已 这才立得住 四时而不惑 不惑就是 无可无不可 可以通全答辩 看着办 懂得全辩 五时之天命 这个天命一般 深信因果 其实我们一起情绪 都是不信因果 信因果了 逆境恶元 这个债还掉了 怎么会起情绪 不高兴呢 无债一身轻才对了 深信因果 不怨天不游人 你哪怕是没有怨人 没有讲出话来 你心里闷闷的都是了 没有啊 我又没有讲什么 这个在骗自己 光是没有啊 我没有讲什么 那个声音啊 都有气了 六时而耳顺 你听什么 看到什么 不会情绪的对立 抵触 能横顺众生 顺势而为 随缘妙用 都是好事 没有哪一件 人事啊 会让你产生 对立的情绪 能觉得事事是好事 这个我们常举例 可能大家都觉得 听我讲听烦了 听烦了 这个听的状态就不对了 同一个故事啊 越听越有味道 体会越深 这个对了 为什么 一听 消归自清 你看人辱先人 遇到格力王 有障碍吗 有对立吗 反而快速提升呢 他横顺应援 致他受用 他自己提升了 格力王得度的机缘 也成熟了 忍辱先人说 我成佛第一个度你 其实啊 从心所欲 不与举人 那我们今天看第四句 翻到啊 三百五十一页 只曰 学如不己 有恐失之 这是两句话 不能做一句假 这个学如不己啊 开始求学 好像追人 而有追不及的感觉 这是努力求学 学业进步的意思 我们常常提到 务使一秒钟空过 务使一句话空说 而且这个努力求学啊 出发心很勇猛啊 但是这个出发心啊 要保持 不能退了 不能退了热度 下句呢 是讲 情学 有得以后啊 必须 温习 游如啊 得了一物 恐怕遗失 这个都是比喻啊 你看追人是比喻啊 是很积极 求学问 有恐失之 怕失去 宝贵的东西 那这个流逝正义 如不己呢 故能日知其所无 恐失啊 故月无望其所能 哦 那你看论语啊 可能强调的一个学习重点 在好几个地方 用不同的文字啊 表达出来了 那就代表 这是学习的重点了 那我们顺便呢 来看一下 这个 八百页 指下约 日知其所无 月无望其所能 可谓好学也 一矣 孔安国住了 日知所无啊 日知其所未闻 学者每日啊 学其 尚未闻之的学问 此即啊 日知其所无 知之之后呢 时时温习 日积月累 不要忘记 此即啊 月无 忘其所能 啊 所能 是指啊 已经闻之的学问 哦 那指下以为啊 如此可以说是好学了 哦 当然啊 我们 求学啊 啊 这个 学问之道无他 求其 放心 而易啊 哦 你看这孟子讲的话呢 你 学 圣贤之学啊 重点在哪 把真心找回来啊 好 这一句重要哦 孟子的话啊 学问之道无他 求其 放心 而易啊 你假如学学学 越学越着急 啊 啊 比方说 听课一直赶 啊 哎 每一堂课我都不能落掉 啊 但是感觉 这个状态很浮躁 哎 啊 那可能你的好胜心 啊 用在 听课上面 啊 别人都听了 我不能不听 啊 那 这个你不一定能有受用了 因为没有关照到 根本在心 学问的根本在心 啊 六祖大师说的 不是本心 学法 无异 你没有认识清楚 本心 真心 因为你所有学法 都是会了 为了回归这个真心啊 那今天有一个词啊 叫求知欲 啊 我们每天看很多 没看过的 书籍内容 可是我们的状况啊 是一种 欲望 哎 我以前是这个状态 啊 以前还没遇到老二上 学习的目的啊 哎 跟朋友聚会啊 啊 我就能够 炫耀炫耀 啊 我读过哪一些书 啊 什么什么杂志 讲的啊 都讲那些很有名的杂志 人家一看 哇 好有学问啊 那那这是用欲望在学的 那这个 确实啊 该学的东西啊 很多啊 啊 这古人说的 活到老 学到老啊 学不了了 该学的东西啊 确实不少 像 比方 我们学儒家的教诲啊 乘得自己感受到啊 看每一本书 帮助我啊 对五轮八德 理解的更深 更广 有利于我啊 更好的去落实 学是解嘛 解形要相应 而不是我强记了一堆知识 在境界当中用不出来 我体会的越深越广啊 在境界当中 很容易就提起来 我给一个讲课啊 也算是很受欢迎 然后 听他课的 也很感谢他 讲到他流眼泪 今天假如有一个人 你互念他学习 他谈到你的时候流眼泪啊 他不代表你忽念他忽念的非常 正确 也不见得 有时候是他的善根 是透过你的缘 你把这些知识给他 有时候可能他悟的比你深 你是知识性的学习哦 他很善于 领悟哦 你是他一个缘哦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有一个老师他就问我 他说有一个同学啊 调皮啊 他罚他 罚他站啊 结果这个同学啊 站的时候啊 突然呢 把腰弯下来九十度 结果一整堂课啊 这个同学就九十度 一直弯在那里 哦 那 他就有问到了 这个情况 他说这个同学啊 说好像有一股力量啊 哦 把他的身体压下来了 哦 所以他就去这个九十度了 哦 我就跟这个老师讲了 我说一个孩子 仅十分钟这样 这个这个九十度 撑在那里啊 你怎么没有过去 关心他一下呢 哈哈 啊 你是不是心里想 好 就给我撑着 办那么多错 啊 该处罚 你都不关心他一下 那我们的心 有没有在道中啊 哦 哎 他这样弯弯弯弯 弯那么久啊 他可能觉得 哎呦 可能有护法神 哦 可是你也不能 看他弯这样 不闻不问啊 那甚至于觉得 嗯 我这整个过程都很正确 哎 这个要客观对待 实事求是啊 啊 我们的身教 言教 哎 客观对待 哪些多 对 哪些 还有成长空间 哦 我们不是一从事教学 我们就是圣贤 哦 哦 那也有可能是 听的人的善根哦 那 哦 比方 哎 教学啊 也受肯定 听的人也有受用 哎 可是我们自己啊 面对境界 我们做不做得了主 啊 比方说我们给别人讲六人 啊 要能立 哎 这个第一个是立人 望人 凡人 观人 喜忍 慈忍 我们讲可以讲到 喜忍 慈忍 我们自己的功夫到哪 自己要清楚 有可能听我们讲的人 人家用的功夫到 喜忍 慈忍 我们只有立人 硬压哦 遇到境界还是扶不住哦 我们是 记忆式的学习啊 所以记问之学 不足以为人师啊 那个硬记的东西 对悟性 不一定有帮助啊 使记硬背啊 有时候增加分别执着 形成所致障啊 真心一法不利啊 你使记硬背那么多东西 大家有没有经验啊 比方说你面对一个人的时候 你在那里硬想 哎呀 这个时候我要用哪一句啊 请问你当下身心放不放松 对啊 你身心不放松 你怎么真心跟他相处呢 在听他讲话的时候就一直在想 我今天哪一句一定要用上 其实你听他讲话就不够专注了 你身心都没有放松 你消归自信的学习啊 听完啊 领纳了 什么时候提起来 很自然遇到相关的静缘的时候 那一句句子提起来 所以这个虽然学很多啊 可是都是要 让我们对于 真心启用的这些德目啊 体会的越深 体会的越广 你看三福六合 三学六度 五弦十愿 统统是自信的流露的德行 那我们现在要回归自信了 我们这个起心动念 一言一行啊 都要依八德 依三福六合三学六度 五弦十愿 我们才能回归我们的自信了 我们这个时代弘法 道德要超过古人 因为啊 现在人的疑心更重了 你道德 不够啊 它很难起信 其实这一段啊 不是我们听完啊 那那那算了 不太可能了 这一段话是提醒我们 要更鞭策自己啊 因为我不要忘了我的初心啊 我的初心是 要利益众生啊 那众生现在要更有德行 才能 折服了 那我会鞭策自己 我不忘我的初心 天下无难事啊 只怕有心人 越难的时代 佛菩萨的加持越强 再来 你的道德 要折服他 学问也要折服他 成德既德 我在04年底 05年到北京去 去了很多所高校 结果北大清华都去了 那我也没有很刻意 好像进了这个殿堂 纸约纸约就特别多 可能是佛菩萨加持 这个时候纸约太少的时候 可能人家觉得 这个人没啥学问 我们都把利益众生摆第一位 我们就会鞭策自己 学大臣佛法 要跟这些经典相应 一定要把众生摆在第一位 把众生摆在第一位 就是有把老儿上的教诲 放在心上 因为圣贤佛菩萨 都是为正法久住 为苦难众生 众生无边 誓愿度 我们没有利益众的心 这个大臣经典要相应 不容易了 那师长老人家 有讲到 我们要弘扬大臣佛法 一定要通世间法 而世间法当中 有必读书目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我们刚刚说的 你不懂人情 不懂事理 世间法你都不懂 天乱 就好像 这个又是 待会要讲到的句子 博学于文 约之以理 理是伦常 这个 外逆未正 何而有别 别在分工合作 夫妻之间 这个理行语 诸复语 所以理 也是五轮的 落实 那假如 我们是单位的领导人 夫妻相处不好 别人跟我们接近久了 他会不会生怀疑了 哇 讲的都是大臣佛法了 结果夫妻相处都不好 人家疑心就起来 流弊就出来了 不能学高了 君子之道 赵端于夫妻 古人 这些读书人 在外 领兵打仗 多久没回家 人家夫人 都没怨言 尽心尽力 照顾好家庭 没有后顾之忧 这个都是读书人的德行 感动另一半 我有时候 刚好有机会 跟同兄们在一起 有时候刚好夫妻一起来 先生讲一段话 我看那个太太的表情 都在那里 那个表情就 你别说了 你别说了 或者有时候就怼一句 先生 假如我跟这个太太比较熟 我就会眼睛告诉她 拜托一下 拜托一下 别讲 面对境界不清楚 所以 我们这个别学高了 得落地 得接地气 得用在处世待人接物中 在世间法里面 李老师给我们这些学生选的 第一个是诗书 要念 这个承德 因为在汉学院 有担任世书的课 有 我们后制出来 在供养大家做参考 第二是古文 念这个古文观子 这都是千古文章 那刚好 师长老人家 有一段时间到 马来西亚去说 文言文很重要 这个开启 五千年保障的钥匙 我一听又激动了 弟子愿意承担 结果就讲这个 文言文呢 讲了七十二篇 不是七十二篇 还要是七十二节课 七十二节课 选的 依什么选呢 孝替中性 李毅廉耻 里面的古文 很大的比例 都是从古文观子出来的 比方说孝 陈经表 李密的陈经表 因为他是奶奶 带大的 对奶奶敬笑 哇 那个言语 真是很感动人 所以 古人有一句话说 读陈经表 不哭者 不笑 读记十二郎文 这韩语的文章 不哭者不涕 读出师表 不哭者不忠 这孔明的出师表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我都没哭 所以那时候 比较压抑 因为那时候怀疑一句 学耳实习之 不义悦乌 我怎么都悦不起来 看到文英文 就觉得好像他跟我很遥远 不相应 有恐惧感 这个感恩 师长老人家 把我这个心结化掉了 这个全世界最伟大的发明 汉字文英文 你懂了 可以直接跟孔老夫子学习 跟古圣先王学习 这太伟大的发明了 你看现在物质 丰沛啊 人物化了 心灵空虚啊 所以现在 心病越来越多了 忧郁症 你看现在AI又来了 都是科技 人的人文 心灵 德行 智慧 越来越被忽略掉啊 这个家庭社会 怎么幸福啊 所以这个中华文明的 智慧啊 要赶快来 弘扬开来 不然这个 心理疾病的问题 会越来越严重 这些工作啊 现在真的是 刻不容缓 好 后来老婆上 一教导了 现在读这些文章 很容易就感动了 第三呢 是 预批 通鉴 吉兰 这个是从25史当中啊 去挑啊 挑给 乾隆皇帝看的 因为分量太大了 把精华挑出来 这是历史 读历史啊 长见识 读历史啊 看古人怎么把 经典用在 家庭里面 用在 办政治上 用在做人做事上 要知道 过去历史的教训 这个是唐代中的名言 以同为敬 正义观 以死为敬 知心地 这个朝代 这个家族 为什么兴 为什么衰 以人为敬 名得失 要多听人家的劝谏 不在受贱的 第四个是五种仪归 我们在课程里面也 分享过一些五种仪归的内容 赵小龙老师也 分享过不少内容 五种仪归的内容 这个都是旧根本的 养正 迅速 每一个人每天受 风俗影响 家里的 家风影响 再来 娇女仪归 母教为天下 太平之远 都是根本 你看一方 都受父母观的影响 所以有 从政仪归 在观 法接路 这些都是修身的书 这是规定我们 必须读的 世间法 所以我们现在 想要利益众生 有没有时间浪费 日知其所无 你阅读 你会觉得 古人怎么这么用心 古人看人看事 太有深度了 分析的很透彻 你看着看着都会拍案叫绝 我跟大家分析 这个迅速仪归里面的内容 为什么当父母的 都疼最小的孩子 那个分析很有味道 好 我们被提醒到了 才不会犯这个错 不然你没有警觉到这一点的 基本上 难免都会 比较疼最小的 因为最小的 后面没有人跟他比 那一两岁孩子 都可爱的不得了 那个影像就永远留在心中 那前面的一长大了 后面还有弟弟妹妹 所以不拼心不容易 不拼心的人要不落影像 要练心地功夫 我常常跟同学们讲 你现在会出现这个 这个情绪啊 都跟你落了 对方以前的影像有关系啊 那个是音啊 你现在这个四次元啊 导火线啊 元在我们常常落这些影像 现在别落影像啊 心里面只放阿弥陀佛 你放别人的不好啊 污染自己 纯净纯善的心啊 要自爱啊 保护好 纯净纯善的心 看人要看后半段 浪子回头 经不坏 不要静落 人家以前的印象 这也培养自己后道啊 你都 对人家以前不对都 都记得特别清楚 会断了人家改过之心的路啊 那一份信任人家本善的磁场 要常常能够展现出来 就能激发别人的潜能 好 那我们现在看到啊 很多发心好像蛮好的 但是不懂人情事故啊 不懂礼节啊 举止言谈行为 违背人情 哇 这个怎么能弘法 我们在弘法的过程 我们一定要沉传 离宾老 老和尚的 这些 心境 这些红法的 很重要的这些态度 比方你看李秉兰老师 培养学生出去红法 连水都自己带 这个心境太可贵了 讲课的地方 绝对不能去募款 都是替 听众着想 这个才是在宏道啊 夫子 在论语当中的教诲 人这个字出现了一百多次啊 我们在那里讲啊 要有人爱之心啊 然后摆个 募款 哇 那有人去捐了 其他人 心就开始 起烦恼了 我是捐还是不捐呢 我这个月 已经很困难了 他一生烦恼 下次来他就有挂碍了 我们有没有看到 李老 老和尚考虑是 很细腻啊 很柔软啊 我们要学这些啊 心法 不要都说 我都是讲老和尚讲的 讲李老讲的 心境 没有相应 那众生也不可能 爱药我们啊 不给人家 添麻烦 不给人家压力 所以呢 水都 自己去带了 当然哦 大家又不要 又不要直一法了 比方说你已经感觉了 你不喝他一杯水啊 他可能当天晚上睡不着了 你就喝一杯水吧 可能其他的你就别动了 他已经 很坚持了 你要横顺 但是又能掌握住 不要给人家添麻烦 你看我们当老师 这个家长很热情啊 要送礼啊 贵重的礼我们不收 收什么 收他送来的 自己种的拔了 这个他一片心意啊 你心灵了 但是又没有增加他的负担 活的不是死的 可是呢 你没有去体恤人心了 我们曾经听说一个红法的人了 执着什么呢 尊师重道 所以呢 你们呢 他派车来接 结果呢 这个居士啊 他时间 人家要做事业啊 不够有那么多时间 每天啊 要请计程车来接 结果这个一个月下来啊 光是车费啊 就很高了 结果啊 后来人家不改这久了 我们都是老 老上离老的 弟子啊 这些心法要传啊 不然我们都是啊 拿着他们的威德 在享福报啊 可是都在让众生生烦恼啊 这个不止无功啊 这个有罪啦 包含老上说的 不求有功 但求无功 这种心境我们要效法 做得好应该的 没有自己心上还觉得 我奉献很多 我又没有求什么 你看我教学都是免费的 可是你生活上 都是大众在支持你啊 你也不能觉得 这些享用 都是我应该的 因为我也没有为自己了 我都是上课了 都把自己 很多行为合理化了 还是要节俭啊 还是要以苦为师啊 要过简单的生活啊 安平乐照啊 我们也遇过 执着法了 让 这个 听课的人来尊重老师 修福报 可是呢 这老师吃一顿啊 这个准备的人 要花三个小时 我感觉啊 你直在要别人恭敬 却忽略了体恤 他的状况 你每一顿 要让人家花三个小时 这个福报 要多大 我们弘法的人也要慎重啊 这个福报啊 折得太厉害啊 路径人亡啊 不能开玩笑啊 你福报响尽了 寿命就没有了 都觉得是应该做的 就不会去乱享受了 老师上说的 做不好啊 要忏悔啊 做得好 应该的 不能还觉得说 我应该接受这些享用了 所以这个违背人情呢 怎么弘法 人家看到这些讲课的人 都害怕了 所以你佛法再好也不行 不敬人情 有很多真正修行不错的 世间法 一张白纸 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跟他相处 真是啼笑皆非啊 他是不是有意的 决定是无意的 因为我们学大成教 都知道 慈悲为本 他决无意啊 要去给人家添麻烦 但没有学过啊 人情世故不懂啊 我们谈到这里啊 有一本书啊 我们得要好好来学 常理主要啊 李宾老有讲路 徐行明老师有讲记 李老一开始讲这一部 经典 他就说了 我们学理啊 达到什么目标呢 不要让人讨厌 你是分寸啊 你拿你好分寸才不会造成人家烦恼啊 我们就不要说利益众生 先达到不要脑害众生 那这个要学 所以四出四间法都要通达 佛对于一切四间法 没有一样不通达 所以佛 佛有十个称呼啊 其中一个叫四间解 四间他都通达了 不通四间法 决定不能度众生 你自己 这个言行举止 众生看到会厌烦 再高的德行 你连做人 都差净啊 那还谈什么 我们 真的 遇过啊 读的书 我这辈子都赶不上他 可是讲几话来啊 会让人家感觉讽刺别人 那这个再高啊 众生很难 愿意啊 亲近 所以这个往往都是呢 看书看多啊 没有在生活处事当中锻炼 所以生活教育非常重要 读了很多书 没有生活的历练 两种情况 在老上教教导 第一个变书呆着了 接待人像木头一样 不会反应了 第二呢 狂妄了 就这两种情况 我们可不能让孩子读了很多书 最后变这两种情况 那我们不是误了他了 所以要学礼 博学于文 还有约知于理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留意的 世间书籍 我奉劝诸位 五种仪归 一定要念 这老上讲的 当然 像赵老师这些课 大家也可以参考 我们大家 这个有人发心专攻什么 提供出来 大家一起深入 下功夫 当然说实在的 你说我们一起交流啊 哪一节课没有诗书的句子 哪一节课没有五种仪归的观念在里面 这个都没有离开我们生活处事啊 大家去观察一下 比方说老上 他讲太上感应篇 请问一节当中 你有没有听到 无量寿经的句子 那有没有听到世俗的句子 那铁定老师让他融会了这些 在顺着这些义礼当中 呼应这些教诲 这一部书啊 清朝成宏某居是编的 编得非常好 这就是学礼 人无礼啊 则不律 没办法立足于社会啊 所以一定要懂得理解 你看我们 一讲解 几乎都跟 论语有关系啊 你看论语 谣约二十里面讲了 不知理 无以利啊 你不学理 无以利啊 我们翻到八百四十三页 不知理 无以利也啊 人不知理啊 无从利身 他很难利身处事啊 礼呢 主攻减装净 对人攻净 而且节减 因为校经里面说啊 理者净而以以啊 理的本质是恭敬 展现在 对人 对事 对物上 恭减装净 这个为利身之本 人若不知理者啊 无以得利身于事也 黄书又隐正礼记礼运篇 孔子的话 夫理 先王以臣天之道 以致人之情 故失之则死 得之者生 这个学理重要了 离者天地之序也 所以先王是 成天之道啊 这天之道用在 人的这些轮场里面 这个就是礼教了 由此可见啊 礼是如何的重要 好 我们再回到八百页 我们 这个 日之其所无 那我们 主动学习啊 没学过的 为了立众 我们肯勇猛精进啊 来学 这个华音金说的 勇猛精进 度一切众生 出生死海 我们也发这样的心 那越无忘己所能 这个是实时温习啊 学过的东西啊 不要又还回去了 丢掉了 旧书不厌 百回读啊 熟读 深思 子字之 你会有 更深的领悟 所以这个黄书说 此吉啊 温固而知心 日之其所无 是知心也 月无忘己所能 是温固也 你看 这 那论语 你看 好几句啊 都在呼应这个 学习了 我们翻到六十四页 只曰 温固而知心 可以为师 以安 温就是温习 黄坎 书说了 故 所学以德之事 心 为 即时所学心得者 例如读书 已经读过的书啊 在家读诵思维 古人叫做温书 也就是温固 尚未读过的书 现在研读 以求了解书中所载的事理 即是知心 温固知心 随时吸收心知 而又研究以德之学 如此好学 可以为人师 又如诸子说了 故者 旧所闻 曾经听闻过的 一礼了 心者呢 今所得 这个领悟啊 比较跟礼记学记的那个 温固而知心 不 这个 比较跟 跟这个可以为师啊 因为老师啊 你要 有悟性 你才能开发学生的悟性 老师是计问之学啊 那要开 不障碍学生的悟性 就阿弥陀佛了 这个 言学能 实习旧闻 而没有所得 就好像读无量寿经 每一次读 好像 都有新的领悟 我们听老师上 讲同一个六祖 会能大师的故事 每一次听 都有味道 悟的地方 有的更深 有的有不同悟处 不同地方 也有领悟 这个没有所得啊 则所学在我 而其啊 其硬无穷 故可以啊 为人师 学的东西 能领悟啊 活学 活用啊 就像 跟大家也交流到了 佛法管用啊 传统文化管用啊 有佛法就有办法 不知道大家用的怎么样啊 比方说 万法因缘生 大家每一次读这一句啊 也是温故啊 有没有知心 哎呀 我最近这些事啊 都是因缘所生啊 他的因在呢 他的缘在呢 他的条件具不具足 你看你的领悟 在每一件事里面啊 都知心哦 哎呀 我太攀缘了 这个缘还不够啊 是非以物轻弱啊 狗轻弱 净对错啊 哎呀 怪不得 他会是这样的习惯啊 原来他小时候 跟爷爷奶奶住的啊 爸爸妈妈太忙啊 他缺爱啊 你看 都是因缘所生吧 你不着相啊 你客观去看 人看事啦 啊 那你 你就越来越不武断了 主观了 客观看因缘 这受用就大了 温故啊 大家温 温这个菩萨士德 有没有心理的礼物了 谁缘 妙用啊 每一天有几个缘啊 几个净啊 万净交集哦 谁缘 妙用啊 每天 自己跟他人啊 都在这些缘当中提升啊 不亦悦啊 其应不穷啊 所以此说 是由温故而发明心意 亦可采取 好 那 陈德呢 也想到 这个 我们 也曾经听过 同修说啊 比方说 他现在在服务大众 他说我不用听了 我以前听很多了 我想 这个状态一定有问题 你听很多有没有用出来啊 你现在在做事的时候 能不能提得起来啊 这个很关键的 你假如像颜悔啊 得一善 则全全福音啊 那可以了 你听过之后都放在心上 不会忘了 不然还是要尝温习啊 在境界当中才提得起来 八百零九页 子下曰 是 是而忧则学 学而忧则是 这个马龙柱啊 是忧则学 行有余力 则可以学文 那这个忧就是 行有余力之意啊 这个是说 做官的人啊 办完公事 所以这个公事啊 因为这是他的本分啊 他要尽本分啊 我们今天听经文法不能 你听经文法时间很多啊 结果本分事不做了 这个拿捏就不妥当了 你本分事不做 在那里听经啊 那便贪听了 你听这些经 就是要落实在五轮 落实在本分上了 你听着听着贪 贪心起来了 贪文法了 这有执着了 你真心用不出来 本分提不起来了 人真心一提起来 敬本分啊 欢欢喜喜 不敬本分 他心里不安 所以办完公事啊 上有余力 则需研究学问 那我请教大家 大家感受感受 因为我们都是成年人 勉强不来的 人家硬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还 情绪抵触了 我们假如 每天听经 跟 常常常 有听没听 我们在境界当中啊 能不能感觉到 每天听啊 你在处理事的时候啊 老人家的教诲容易起来 经典的教诲容易起来 你有断断续续的 不容易提起来 所以我们在办事当中啊 能够实时依经典做啊 不能忽略了文法 所以学而忧 事而忧 事就是你在做官啊 或者你在服务大众的任务当中啊 都不能忽略学习 后继的优质呢 依黄书是充足的 这是说啊 读书的人 在学到丰主的学问 以后啊 应该出来做官 也就是从事政治 替国民造福 首先呢 你有学问呢 你不去立众啊 那这个有亏 慈悲心啊 有亏对人民的责任啊 那慰悲都未敢忘忧果啊 更何况你学问都 很充足了 当然一有机缘啊 就要敬读书人的 责任啊 而 成德也观察 我们现在啊 没有大家族的锻炼 所以这种解形相应度不够 往往所学跟处事带人接物生活 工作啊 容易脱节 所以学传统 哇 我不赞成 啪啪啪啪一下读到博士去了 那也可以了啊 这不是死的啊 你们都不要 支持我讲的东西啊 你要直接一直升上去啊 你寒暑假一定要出来 落实 你有参加夏令营啊 东令营啊 这些教学 这些服务工作 才能知道我们自己解形有没有相应啊 不然真的要读成书在子或读成狂会了 就不好了 我看那当父母的 你赶快一直念到博士 这个父母不要耗这个名哦 你要观察你的孩子要怎么学 更能受用啊 我们这个虚荣心啊 有时候 虽然知道他不对哦 他冒出来有时候自己没发现哦 当然我们提醒他的时候 要委婉一点哦 暗示暗示哦 是优则学啊 黄书以为是 言学先王的典讯 这个注解啊 可取 是人言学先王 古圣先王的典讯啊 熟悉王道师政的 理论与实物 然后温故执行 是贤能政治的基础 你看他在办政治一直在熏 尧顺与他 他们为政的这些 充饭啊 掌握的纲领啊 他体会的更深 更广 他就比较能用得出来了 好 所以每天 听经啊 看 读经啊 读书啊 可以把它变成习惯了 还是很重要 啊 陈德现在 一有时间啊 赶快 市场老人家的波停机 就打开来听了 好 好 这个重修有提到啊 这个听经啊 其实呢 听经的心态很重要 我们的心态 我是当机者来听 讲给我听的 好 那 还有啊 听的时候啊 要懂得 要强调解形相应 这个义礼 我怎么落实在生活工作 处事待人节物中 人 要时时能观照到自己心的状态 观心为要 我们有一个同仁啊 他也 有在教学 那他也 基本上很少跟我见面 刚好去年啊 有见面的机会了 后来今年呢 刚好也有见到 今天见到啊 他很热情啊 他说 要 做我的常随众 就是一直跟在我身边 我说你真的还假的啦 是真的 真的 我问他一句了 我是上次我们见面 我跟你说的 你记得吗 他认识啦 我说 我现在不是三十几岁哦 我是五十多岁了哦 我没有这么好骗哦 上一次我单独跟他讲了几句话 你看他都没记住 爱会给我甜言蜜语了 我现在 涨了一点见识了 以前三十多岁 人家讲什么我都信 现在呢 人家讲什么 我不怀疑他 但是我判断 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讲话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状态啊 自己很浮躁 我们自己不一定看得到啊 自己心不安 自己也没感觉到 这个佛门说 种食指啊 不种形式啊 食指是我们对法的尊重啊 而不是外在 跟在旁边的这种像啊 哦 我看老婆说 跟在我旁边的 这是母啊 你们听过这一句吗 哦 我当时说初学佛一听 不是很能理解啊 哎 后来随着 经历的事情啊 看到的事啊 老婆让威德高啊 福报大 我们站得太近了 老婆让的光啊 也射到我们身上来了 自己没有判断清楚 还以为自己身上发光了 哦 你看陈宇说 古甲古威啊 哦 以前有一个典故啊 有一只马驮鸵啊 啊 他把佛经驮回来了 啊 所有的人见他就拜啊 啊 因为他 驮着鸵嘛 拜拜拜 哇 这只马 越走越傲慢了 啊 哦 哦 所以 在老人家身边啊 这个 不能有名利心啊 哦 不然 还有这个心啊 在身边 可能就会沾染了 哦 然后待久了呢 我们可能学的有点 老油条了 哦 老上 讲过好多遍了 跟我很多年的人 听我讲课 说 我是 讲给初学的听的 不是讲给他们听的 这个心态就越来越傲慢了 那你说老人家都讲这么直了 我们还是不受教 那老人家也尽力了 哦 师父领进门 哦 这修行啊 还是要靠我们个人 好 时间到了 哦 那 这个 啊 都能作为 这个十点半了 晚上十点 三十多分了 哦 看看今天讲的内容 啊 有没有 啊 有没有 疑问的 要探讨的 啊 或者有比较深的心得 啊 这听的过程呢 眼中有 曾经犯了泪水 啊 触动 心灵深处 啊 也可以这个 两三分钟 给我们分享一下 哦 面对今天要清楚啊 分享不能分享 三十分钟 那变成讲课了 哦 哎 好 我看一下 这个刘学长 有举手 有请啊 尊敬的法师 各位学长 大家上午好 你好 学生呢 通过今天 学习 就有几点 就 比较受益 第一个呢 就是 很深的一个体会 就觉得法师 还有师长 都一样 就是包括 宋德的经典里边的 像 就写安大师呀 那些 都是特别 酷口婆心的 在 就存一种 慈悲平等性 对我们大家 就特别的 良苦用心 就第一个 很深的一个感受 第二点呢 就是法师今天 讲到 轮流 这个点 就像 学如不及 有孔世之呀 温故知心呀 还有日之其所无 月无望其所能呀 通过这些经句呢 就是 告诉我们 一边学习 一边一定要去 温习 确实在温习和 戒行的过程当中 就不断的会有一些 新的体悟 然后也就能够 例行的更好 第三点呢 就是 法师讲到 这个理的这个重要性 就我们人情呢 要 列达 法师 昨天晚上就讲到 一个说 我们 就我们的这样一个念 然后对团队 还有家庭的状态 它是天壤之别的 还是今天呢 又讲到说 我们每天听闻经教 和偶尔 隔三差五的去听闻 在境界面前 能不能提得起 这个经句 一样不一样 真的就非常不一样 我们每天去 熏修 每天去听闻经教 然后得到这种 常识的熏修 在境界里边 真的就如法师所说 能提得起来 集结金句 因为最近呢 就通过跟女儿的 一个应对 就发现自己 曾经的自己 就是 为什么提不起来 就是没有尝试去熏修 就缺少了那种耐心 但是就是通过 这半年多吧 反正这一年多以来 跟着 就是一直在听闻 熏修 就发现很不一样 最近就是学习回来 就更加就 真的很不一样 就觉得心清静了 就有耐心了 就好像就在 应对的过程当中 就是那种 就可能心清静了 有耐心了 就好像就觉得 人都是 真的人都是教的好的 然后所有的境界 就真的就是 我学习的一个 他们是我的老师 就这种感觉 所以就 特别特别受益 最后一个点就是 又对这个 菩萨斯德的 这个柔和制止 因为昨天张老师 也提到了 然后今天法师 也提到了 就是这个柔和制止 就是当我放下自我 就是我心越清静 就是学习越放下自己的时候 才有那种耐心 才有耐性 也能够有那种慈悲用心 就能够在境界面前 就更有智慧一些 这是学生的一个分享 感恩法师 感恩大家 好 谢谢 刘学长的分享 他能体会到 显安大师 这些祖师 包含老和尚 都是苦口婆心 真的能体会到 他们的慈悲加持 就超越时空 感应不失意 就现前了 祖师们都是见性的 都是法身 无处不在 这神教古人 祖师也好 老和尚也好 他们轻轻的讲 我们要重重的听 不能胡伦吞早 左耳静右耳出 要知道他们的苦心 要很如凭得宝的来听 另外这个 温故温习 我们会有新的领悟 要更好的去 落实在生活 工作 主持在人 接物当中 而且现在听 同一片内容 你听一遍两遍 大家自己去观察 观察 你听一遍两遍 差不多掌握多少 我看没有五遍以上 要掌握大部分 不容易 但是你一直 很认真的 重复讯息 你会有一种体会 就是每一句都不能 无论吞早 这样我们一种学习的状况 就是 很恭敬 很专注 你形成这个态度的时候 你听老师上就觉得 每一句都很重要 这是慢慢形成的一个心境 那当然 当我们 用在生活工作 主持在人 接物 我们就解形相依 就有伐喜了 知之者不如耗之者 耗之者不如乐之者 有伐喜了 乐此不疲 世卫哪有法胃呢 世间这些玩乐 没有法胃呢 这个法胃是从内而外欢喜 外面来的叫刺激 那个味道很短暂 而且还有副作用 好 那他也提到说 自己在 练这个菩萨士德 那练的 有受用 这个妙要妙在 有耐性才行 你没有耐性 就是情绪做主 就不妙了 好 我们看 再还有一位张学长 有请 您麦克风好像还没有开 阿弥陀佛法师好 您好 莫学听到 法师您分享 就是有情绪 就是不信因果 这句话比较有感触 这句话 莫学在建立理智的人生观 和如何建立修学的政治正念中 都听过 但是 其中建立理智的人生观 听了大概有十五遍 左右 建立 如何建立修学的政治正念 也有四遍 但是莫学觉得 这一句话 还是 有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不真信因果 所以说 真的感觉是学了 很惭愧 感觉做的不够好 向大众忏悔 同时也想到了一句 也是您在讲经中讲到的 就是 师父老人家 刚 剔足完出家去见到黎炳老 然后黎炳老说 你要真信佛呀 然后老法师说 我都出家了 剔足了 我怎么不信呢 然后黎炳老讲 很多的 大寺庙的方丈 也不真信 我觉得这个就是在 说我自己 我觉得我这句话 还需要再学习 像法师 像师父老人家学习 阿弥陀佛 感恩 谢谢张学长分享 可以感受他听经很用心 你看 老上讲的这个情境 他都能浮现出来 自我关照 陈德自己 也惭愧 因为我听那个十年英语 我印象也很深 听了应该有二十遍 突然在听的时候 听到那一句 善知识对我们最大的帮助 帮助我们放下妄想 帮助我们放下分别执着 忧虑牵挂 我说这句话 我怎么前面听都没有注意到 最大的帮助 这样的字也 我应该听第一遍的时候 就注意到了 所以这个重复讯息 可能我们才比较能 全面掌握 甚至是更深入 这一句教诲 那 这个信佛重要 信为道源功德母 而佛所教四十九年 从世上就没有离开因果 两个字了 所以我们学习 不怀疑因果 深信因果 包含我们 时时 都能从果推因 从因推果 这个也是 很重要的能力 从果推因 比方说不好的结果 我们知道因 我们才能经一世 长一世 而且 看世更有深度 知其然 也知其所以然 这样面对境界 才会清楚了 好 这个您刚刚提到 好像 这个 有情绪了 就是不幸因果 这一句 好像今天特别触动 升起残愧心 这个残愧心是善根 善心所有十一条 残根愧就占两条 所以印竹说 藏身残愧心 即以忏悔心 这个也随喜您的善根 好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